好,我們現在來更換上剪刀組 那更換上剪刀組之前 將機台電影關掉 再來將 叉頭拔掉 好,那我們要更換哪些零件呢 就在桌面上 這四樣零件 好,那我們現在來拆解上剪刀組 上剪刀組的這些螺絲 先把這個拆掉 這一組以後都用不到了 我們是新款的代替這一組 再將中間這一組 中間的糖網把它拆掉 然後呢,我們再將這個螺絲 把湯碗拆掉 然後呢,我們再將 這個螺絲 把它卸下來 上剪刀組 煮的枝架 用的外面 然後再將它釋放 放在這裡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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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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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下螺絲,鬆線螺絲 再來卸下 上剪刀組的支架三顆螺絲 這一個是在調整上剪刀組的前後距離 上剪刀的前後距離 這一個是在調整上剪刀的開口量 這兩個支架是不同的功能 好,那我上面這三顆螺絲都拆掉了 那我將舊款的這一組把它卸下來 好,整個卸下來了 那我們這一組 是舊款的,我們現在要把它換成新款的 好,那我 好,我來更換新品 那這個螺絲有分喔 兩顆螺絲 其中一顆是有墊片 外面這一顆,現在我拆的這一顆是沒有墊片的 那裡面這一顆是有墊片的 好,我們舊款把它拆掉 我們要新款的上來 那新款要上來的時候也是一樣齁 要加一點潤花油 加一點潤花油 好,加一點潤花油 好,然後 有墊片的還是一樣 鎖在 原來的這個地方 好,我們固定上去 鎖緊 好,鎖緊之後我們要確認一下 是不是很清順 像這樣很清順 那就OK了 好,既然這一組拆下來的時候 我們 要檢查 這一顆螺絲 我們將 彈環把它拆除 這顆螺絲如果有鬆脫的話 它會造成上剪刀 在車縫當中 它沒有辦法整個 整個脫離 整個脫離 整個脫離那個 它的軌道 它可能會上剪刀會很接近的 很接近那針 這一顆螺絲很重要 所以說既然拆下來 我們順便把它檢查一下 先把它加強固定 好,看有沒有鬆脫 這一顆是沒有鬆脫的 好,再來 我們還是一樣 加一點潤花油 加一點潤花油 讓它更清順 完成之後呢 我們還是一樣 糖碗把它裝回去 好,那就OK了 好,那就OK了 再來 我們要裝這一支上去之前呢 裝這一支上去之前呢 我們先 將這一個 把它鎖上去 先確認 螺絲鎖上去 螺絲鎖上去 先確認 要鎖緊 要鎖緊 嘿 要鎖緊 好,鎖緊之後呢 我們用鎖 確認一下 這樣這樣這樣 就很清順的 就很清順的 如果沒有清順的話 就是要磨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是OK的 那如果沒有清順的話 要磨這個地方 它這個長度 如果假設沒有清順的話 它這個長度 表示說 它這個長度 大於這個螺絲 大於這個螺絲的長度 大於這個螺絲的長度 所以說 它鎖上去 它整個 被這個螺絲鎖緊了 沒有清順 所以說 如果假設有發生這種問題的話 你要稍微用 用錯刀 將這個平面 把它磨低 0.1到0.2 把這個平面稍微磨一下 就OK了 好 那我們這一組是OK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 那裝上去 組合上去的時候 也是一樣 加一點潤滑油 好 把它套上去 再套上這一個 固定環 那套上去 就固定環還是一樣 一樣 都要很輕順 我們用2毫米的 好 把它固定起來 那固定當中 也是要很輕順 那這裡 固定有間隙 像這樣子OK了 我們把它鎖起 好 鎖死 好 像這樣 很輕順 它會自動掉下來 這裡又沒有 又沒有間隙 那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要裝進去機台之前呢 這裡有兩個 滑塊 滑塊 也是一樣 上一點 燉花油 讓它更輕順 好 讓它更輕順 上完了 好 我們這一組 煮 現在要把它煮上去了 煮上去了 好 煮上去了 來 再來 鎖上這個螺絲 也是一樣 加一點潤花油 那 加一點潤花油 所以你之後呢 這一顆螺絲後面 還有一個加強的螺絲膜 我們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一樣 把它鎖上去 我們也是一樣把它鎖上去 鎖上去 鎖上去之後 我們用八號板鎖 把螺絲母鎖緊 好 一定要鎖緊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將上個螺絲 上去把它鎖緊 再來鎖這上個螺絲 鎖 好 三個螺絲 一樣 把它鎖緊 鎖緊 鎖緊 鎖緊之後呢 將繩子 插頭把它插進來 好 那我們再來 攤完把它裝回去 我拿著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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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回去了 再来 将这颗螺丝,送线的这颗螺丝 装回去 那装回去一样 还是上一点顿 润滑油 好,锁紧 再来 锁上 我们将这一个 上剪刀的开口量的支架 先把它拆除 现在先把它拆除 现在只剩下 上剪到了前后位置的支架 锁上去 然后呢,再将大铜黄 锁上去 把它装回去 把它装回去 再将送线的小糖王装回去 好,那我们将这个盖子把它盖盖起来 盖盖起来 把冬的这张城 我能拆除 盖子 将冬汁 冬汗 好,那整個安裝過程都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開電源來測試 來測試上剪刀的全後距離 看有沒有死步 那我現在來開電源 開電源呢 好,我們進入 我們按住M鍵5秒 進入H參數 好,我們按上下箭頭 進入H23 好,這個是上剪刀的模擬動作 完成,按Enter 好,我們從這裡 我們從這裡上下箭頭 然後我下去模擬 先來做上剪刀的前後位置 調整 好,我們在摸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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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剪刀前後位置呢 好,我們在摸泥 好,我們在摸泥 上剪刀前後位置呢 好,這是砧板的孔 這是砧板的孔 這是我上剪刀 那上剪刀最前沿這個地方 要跟砧板孔的最前沿 切齊 大致這個距離 就是上剪刀前後距離 那你看,現在 像這樣就整個它的孔 整個上剪刀 將那個正斑孔把它遮住 這樣不可以 那我們要往前移 好,我們先將螺絲 把它鬆開 好,我們往後推 好,往後推有沒有 好,現在 剛好在它上剪刀 這個前沿跟正斑孔 切齊 那在鎖這個時候 你,假設這個看好了 我們將這個 上剪刀前後距離 支架,稍微往下壓 我們稍微往下壓 不能往上拱喔 是往下壓的 往下壓,壓一點點 然後,將螺絲 先把它固定起來 所以稍微要往下壓 好,那我們現在 再來模擬 模擬看有沒有 聲音有沒有異常 第一點,我們在模擬當中 現在要確認兩個地方 聲音有沒有異常 第二個 看這個花盤 看這個花盤 的距離 這一顆螺絲的距離 與前後距離 與前後距離 是不是一樣 那我們先 那我們先將 上剪刀把它回後 從原來的位置 我們先按這個 好 這進入了 我們按一下 它這個花盤會直接 在它這個螺絲 會在花盤的正中心 我們按Enter 好,這是它的標準 好 那我們現在按 確認 第一點 先看 這個距離 好,現在這個距離 這個間隙 是這樣子 我們往後 距離是這樣子 那你在 在轉的當中 至少要RUN 至少要RUN 十次 那十次當中呢 你要確認它的聲音 是不是有異常 這個間隙 這個上下 這個跑的位置 這個間隙 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 是表示OK 如果不一樣的話 表示說 你在調整上肩 刀阻的時候 可能調整不當 它會造成它的絲部 像這種聲音是OK的 那我們來看它距離 是不是跟剛才完全一樣 我們有沒有說 越跑距離越大 間隙越大 距離都沒有變 好,沒有變呢 好 我們再進入 我們用這一塊布 因為現在壓角下面是沒有布 好 我們要做這種 確認說 用三 用三種方法去確認 壓角下面沒有布 好 我們確認 跑 至少要跑十次 跑十次 再來 放這一塊布下 這一塊布至少有 一 二 三 四 四層布 我們四層布 先把它放下去 好 也是一樣 讓它跑 聽聲音 還有看間隙 沒有跑掉 好 好 這樣是沒有的 那沒有 我們壓角把它抬起來 壓角把它抬起來 布把它拉出來 我們再用更厚的布 我們對折 對折 對折 再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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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厚的布料 我們下去測試 看有沒有絲布 聲音有沒有異常 然後呢 要注意 如果你要放布進去之前 這個一定要在第二個動作 這個刀子一定要在第二個動作 你才有辦法用鎖 將鴨腳抬起來 將布放進去 好 我們將鴨腳抬高 布放進來 好 放進來 稍微用鎖 把鴨腳往下壓一點點 好 我們還是一樣 這樣 讓它跑 看間隙有沒有跑掉 看聲音有沒有異常 好 這樣表示說 是正常的 那正常的話 還是一樣 在 畫面的第二動作 好 我們壓在這畫面的第二動作 我們將鴨腳抬高 將布拿出來 再做 再做 更一步的確認 再跑一下 好 聲音 確認聲音 好 這樣是沒問題的 那沒問題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再來 表示說 這個開 上檢套的前後距離 我們已經調好了 那調好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現在來調整 那個 上檢套的開口量 我們先將這一組 把它裝上去 也是一樣 裝上去之前 上一點潤化油 好 我們把它套進來 施固定 來 裏面 立正 是 有 的 成功 好,螺絲鎖緊,在鎖上這一個螺絲,也是一樣上一點潤花油 好,我們已經將上剪刀的開口量的支架放上去了 在這個調整上剪刀的開口量,一定要在第二個動作 剛剛是前後距離,實在是要第四個動作 這是一二三四,第四個動作是調整上剪刀的前後距離 第二動作是調整上剪刀的開口量 那我們在這第二動作調整,如果有不準的話,還是開口太大太小,都一定要在第二動作 那第三個動作是在確認,確認我們開口量,正常我們開口量是要2.5到3 那我們之前是3到5,那3到5太大了,我們要現在改為2,2.5到3 2.5到3,那我們現在,我們現在調整 讓它亂一下,像這樣,都完全沒有開 這沒有開的話,表示說它夾線夾住 第二個動作,表示說它要放線了 它已經要放線,它沒有辦法放線 就這樣,來 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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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他所謂放線就是這樣 這是剪刀,上面是夾線片 那我們剪刀剪斷,將線剪斷 剪斷之後呢,我所講的開口量就是說 你這個開口量有辦法將線輕輕的滑出就ok了 到第二動作 這樣就滑出了,你看,他開口量一點點 我們從反面來看,你看,他已經離開了 他線有辦法完全脫離就ok了 那像這樣是可能沒有辦法,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來,我們將上剪刀調到第三個動作 你看,他開這樣子是沒有辦法的 他也是沒有辦法剪線 像這樣就表示太小,開口量太小了 我們先把它放進去 好,我們按這個 好,剪斷 剪斷之後,我們稍微用手拉一下 但他跑到第二動作 現在是第四毛 第一,第一,第二,你看 我用手拉,你看 他還是這麼緊 如果像他這麼緊的話,他會造成 放線時間 加,抱歉,是加得太緊 他沒有辦法放線 沒有辦法放線,他會造成 可能會造成針 被這個線扯斷掉 好像這樣不可以 那我們現在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他自己大一點點 好,我們在這個地方調整 他大一點點 好,我用紙讓你們看 看會更清楚 看一下 像這樣,有一點點尖細 有一點點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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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做一個測試 好,像這樣就OK了 好,像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在這裡看一下 這開口量的距離呢 大致3毫米 3毫米 3毫米 你看一下 至少 快要到3毫米 這越小越好 待會要跟你們講說 為什麼越小越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有沒有放線 這開口量來測線 這開口量來測線 是OK的 我們先把它放進去 好,現在跑到第四個動作 好,測線 再來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好,放線 就出來了 輕輕輕鬆鬆的出來 那我為什麼說 我為什麼說 開口量要這樣呢 我們下面沒有布 我們如果下面有布 它開口量會更大 來 那我現在把它調到第二動作 好,第二動作 我們先 試成布 先把它放進去 也是一樣 調整上檢 到開口量完成之後呢 還是一樣 讓它跑 看有沒有異常 有沒有異聲 還有加上這個 花盤的間隙 是不是 有沒有 忽大忽小 那我們現在來 亂一下 聽聲音 還有看這個 花盤的距離 的間隙 好 花盤的距離 也是一樣 好,你看 好 那我們現在 在第二動作 我們現在 四層布 沒問題 沒有換布 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來 放更厚的布料 這麼厚 來,也是一樣 在第二動作 將壓腳抬高 才有辦法 在一定要在第二動作 好 壓腳抬高 放不進去 你看 你現在 你看到 我越 布越厚 壓腳越高 上剪刀 開口量 越大 所以說 你在調整的當中 一樣開口量 一定要在 2mm到3 之間 就OK了 那如果客戶車道 比較厚的 像一般Polo 3 有高低 有高低 有高低的時候 它自然而然 它這個 上鐵刀口 它會自動 它會再 再增 再增加 你看 你看 之前 在這個地方一點點 在第二動作一點點 現在很大了 再來 我們第四個 在第三個動作 有沒有 比剛剛還大 剛剛是 二二 二點多 快三 現在你看 快接近四了 四點多了 這一支呢 是四毫米 四mm 那我們現在你看 這一支 已經四點多了 已經四點多了 所以說 布料越厚的話 上剪刀它會 跟著布料 跟著壓腳 基本上會跟著壓腳 越高 上剪刀的開口量 會跟著壓腳 變大 越高 上剪刀的開口量 會越大 好 那我們現在 測試是沒問題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讓它跑 有沒有聲音 有沒有異常 然後 我們看這個間隙 有沒有 間隙有沒有一樣 好 現在RUN都沒問題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 看 也是在第二動作 將壓腳抬高 將布拿出來 我們還是一樣 讓它亂 你看 你現在來看 現在開口量 變小了 齁 跟之前有換布 這麼厚的布 跟沒有布 完全不一樣 那表示說 我們現在再亂一下 看有沒有四步 沒有 那表示OK 那這一組 用下去的話 絕對是OK的 好 就這樣